我們先讓學生認識行為的背後含義 以制服怪獸做想像 一種制服是可以有很多穿法的 讓學生認識自己的情緒轉化 是對生活中的想像 在課程中我們會出現六隻手的怪獸 或情緒演化成各種造型的怪獸 藉由扮演這些怪獸 帶出學生平常自身每一十道的情感與行為 給怪獸命名與上台演出 讓學生認識每一個行為與情感是有所關聯的 這些怪獸可能是制服底下學生常有的行為 藉由制服怪獸行為藝術工作坊 讓學生能充分地抒發自己的情緒 並在課程中與學生團隊合作 學習勇於表現自己 中文字幕志愎!